前瞻2018年美国经济 美西银行特别举办了 环太平洋地区客户筹谢晚宴 由美西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 向台下400多位嘉宾 分析全球的经济前景 内容强调 亚太国家经济将会持续成长 从美股道琼多次破纪录排升 到川普经济学全面发威 2018年全球经济趋势将有哪些改变 中国面对新一年经济成长好不好 就看美西银行首席经济学家Edison 直接给出答案 而肯定美西银行深耕亚太市场 二十多年在服务亚裔部分 做出许多结束贡献 美西银行跟承诺 未来将持续加深服务 全面拥抱亚裔社区 强调能专门为环太平洋地区客户 提供商业企业个人 以及国际银行的全方位服务 美西银行迎接2018年将持续加速 连接美国与亚洲两地企业 目标要再创更多双赢 东西新闻 叶红枝 杨宾 根据洛杉矩采访报导